阳光撒进葡萄园里 上头一串串紫色饱满的果实 看来实在可口 不过眼前的棚里挤满了 要剪下葡萄的身手 这个梗跟枝条的地方 最靠近枝条的地方把它剪下来 交接的地方 对对这个交接的地方剪下来 在这个筋上面的交接 处理 一手抓着枝 一手拿着剪 欢乐声此起彼落 但剪着剪着 怎么有人吃起葡萄来了 和平常的味道不同 因为这葡萄是要拿来酿酒的 怎么酿 制作环节纯手工 而且还要很古老传统 不要怀疑 葡萄酒要好喝得先经过这一关 好玩 葡萄好不好玩 好玩 不少人爱喝红酒 但却不知道 其实在台中外谱 就有酒庄产葡萄酒 今天采明天它就开始发酵了 然后三天开始会呈现厌养的状态 厌养状态就把那个里面的那个细菌都杀死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好爽的感觉 紫红色葡萄酒蒸满酒杯 果香味从杯里满溢出来 还有白葡萄酒 金黄色泽 金银剔透 美酒浅尝 更得在葡萄树下享用美食 内心的沸浮之言 我觉得台湾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一起去看的地方 真的就像我6月28号在台上讲的 不见得国外的月亮比较远 你不要以为我这个样子是在法国 事实上我们是在台湾 以往我们应该在电影中看到的是 在国外的场景里面 看到人家怎么制作葡萄酒 众人合力的心血就等着葡萄汁完全发酵 在一袋红酒有着真正的酒庄精神 不靠华丽的设备 要用天然的资源 让到访的客人亲身体验梦一般的酒庄 记者综合报导